胡静浩 好巧啊 那个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出这儿干吗呀 怎么不走了 咱们先走 一 二 三 什么情况啊 好了 安静 我们的班会开始 这是我们第一次大家正式见面 我叫颜云天 是接下来你们大学时期的辅导员 谢谢 接下来被点到名字的同学请起立 给大家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并说明一下 你为什么要报考我们医学院 第一位同学 杨亮亮同学 大家好 我叫杨亮亮 因为大家都说医生是白衣天使 所以我想做一名医生 我平时喜欢唱歌 也学过一些小提琴和古典舞 我父母平时都在国外做生意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那希望在大学期间多交一些好朋友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第二位 潘毅 大家好 我是潘毅 我来咱们医学院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家里人都是医生 可能有的同学已经认识我了 因为我是咱们学校贴吧的小拔主 所以学校里边有什么事呢 我都知道 如果以后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事 尽管来问我 在我这儿没有你们问不到的八卦 安静啊 潘毅同学 八卦我们要适度 不要侵犯别人的隐私 更不要造谣传谣 知道吗 知道 老师 请坐 下一位 韩非 赤桃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赤桃 你们也可以叫我桃子 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了一部漫画 叫《怪异黑杰克》 从此我喜欢上了医生这个职业 很幸运的想法啊 下一位 韩非 韩非 大家好 我叫韩非 我学医 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 他给我讲过很多医学知识 我想照顾他 想让他醒悟 我想照顾他 想让他醒悟 过来 韩非同学 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 发展得非常快 相信你这位朋友 会醒过来的 谢谢大家 好的 下一位 吴景浩 大家好 我叫吴景浩 我选择医学院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就是想治病救人 谢谢 非常好 吴景浩同学 是我们这一届的第一名 他的想法也很纯粹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能够向他学习 下一位 凌凌 那个 大家好 我叫凌凌 第一个凌是双目凌的凌 是前笔音 第二个凌呢是冰凌的凌 是后笔音 其实我一开始 我妈想让我出国留学来的 但是我高中喜欢的 那个女同学跟我说 她想学艺术 结果我听成了学艺术 我 结果我就 我就来报考医学院了 那个 老师 我还能转系 转系的话 要等到下个学期了 行 知道了 我等等吧 好的 刚刚大家都简单地认识了一下彼此 接下来 这一次班会 我们要选出男女两位班长 是因为要在课域的时候 在寝室沟通方便 班长的工作 也就是组织活动 传达信息 好的 接下来哪位同学自告奋勇 没有人自告奋勇的话 我就随便选了 我们班男生学号排在第一的时候 老师 我推荐吴锦浩同学 那个吴锦浩同学 成绩又好 长得又帅 还是学生代表 我觉得他当班长再合适不过了 吴锦浩 你怎么想 老师他没意见 老师我也没意见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我们的男班长 就定为吴锦浩同学 你会我打游戏的时候真的想办 接下来 女班长有自告奋勇了吗 老师 老师我 来 安静 不要起哄啊 班长就是为我们同学服务的 自然是我们同学自己来选 这样 两位同学 说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竞选 杨亮亮同学先来 大家好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学习委员了 所以非常了解班长所需要做的工作 那希望我有这个荣幸 能在大学期间为大家服务 谢谢 好的 韩飞同学 到你了 虽然我不是学生干部 但我自学过很多医学知识 所以 我相信我肯定能帮到大家学习 谢谢大家 行 两位同学说得都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开始竞选 首先 觉得杨亮亮同学 能够胜任我们女班长的同学 请举手 好 票数已经过半 那么我们就恭喜杨亮亮同学成为我们的女班长 谢谢 谢谢 好了 两位班长请起立 接下来马上是我们的军训了 我希望在军训之前呢 我们可以组织一次我们的班级活动 也为了提高一下我们班级的凝聚力 当然 不强求 你们要征求一下同学们的意见 好的呀 老师 好 请坐 那今天班会就到这儿 大家可以吃饭去了 老头子 你说什么帮助大家学习啊 你这种理由谁会选你啊 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 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其他优势了 说这杨亮真是太没眼力见了 又不是不知道你和五几号的事 别不能怪她 她本来就是班长 什么叫她本来就是班长呀 难道这班长还是内定的 我意思是 她本来命里就敢是班长 这种事还要讲命啊 走啦 走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